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大家好! 今天会和您做的什么呢? 就是做这些东西了 今天是这些东西 今天我们会煮一个 冰豆腐的菜式 来着冬天冰豆腐是好些 冰豆腐是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在水面 冰沖一冰 就冰一冰 因为它始终 在豆腐堡有水浸泡,不知怎麽水 先沖一沖 接着我们就放入容器 放入容器 之后我们就用保鲜贴包住 接着放入冰箱的冰箱里 这个櫃太多东西了 放在冰箱里 放在冰箱上 急凍去 冰箱里 这个过程最少需要12小时 你也不想看着冰箱12小时 那我们稍后完成了 现在先处理一下冰箱 冰箱浸泡完之后 像这个大小的冰箱 我大概浸了6小时 把一些70度左右的水浸泡 把水分放在一起 逐一隻 逐一隻 把水分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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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髒 我記得之前和大家講解過 每一隻都是這樣做 把水分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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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水分散開 尤其中 滷滑 開始 把豆花和菇 把水分散開 冬菇 冬菇洗乾淨之後 我們先做到後面 拍一拍去 等它給點水 好像這樣一開已經可以了 這樣也是這樣 拍一拍去也會比較鬆 斜刀切開 後面好像很大隻 一開三 一刀 兩刀 太薄了 就不好吃了 就很上厚 這樣就很好吃 斜切後面 一隻也是這樣 這些不巨大的 大隻 先切開 再切多一下這個 我來做些什麼呢 等一下就先和大家說 預備好些冬菇先 因為都要和它入味 冬菇切完之後 我會怎樣呢 我會醃一下 我會把水 撒出 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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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攪拌完之後,我們就要放些味道 我會放些什麼呢? 我會放些少許鹽 少許鹽 放些少許糖 有些人經常說這是什麼糖 少許半茶匙 三份一茶匙就夠了 放些少許生抽 放些少許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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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要放些少許鹽 這是薑汁 剛才撕完薑,炸出來 好,這樣 把調味料放進去 之後,我們就攪拌均勻 我把冬菇放入味 大概要醃一個多小時 均勻之後,加少許油 加少許鹽 我要很小心,因為我不會放太多 除了油之外,加少許芝麻油 芝麻油會比較香 少許芝麻油 然後就可以拌勻 加少許鹽 加少許鹽 鹽 生抽 薑汁 就是這樣 加少許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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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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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豆腐可以 冰豆腐 冰豆腐我们开水 冰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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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的感觉 没有素鲜层 没有豆腐滑 但因为冰豆腐 冰豆腐的质量 冰豆腐 有豆腐的特性 所以吃的感觉 很好 一层层在里面 吸的汁 很豐富 大家可以 打火锅 冰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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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我打火锅也很好 我们再来 溶一下冰豆腐 冰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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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些阴力 不要化过棉长 慢慢按一下 因为里面已经有一个海面体 它吸了很多水 千万不要那么大力 用一点阴力 不要弄烂到豆腐 不要弄烂到豆腐 冰豆腐 在里面 冰豆腐 冰了之后 就像海面底的状况 不然 我们怎样会用来 很吸收汁 吸收完冬菇汁 很滋味 輕輕一點去壓 每一塊都是這樣 豆腐切成口件 切成口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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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這樣做 或是切成口件 切成口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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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吸收汁 每一塊都是這樣做 切成口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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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把它按一下 好的 豆腐就已經完成了 用陰力,記住不要發菌綿醬 豆腐真的要關懷多一點 豆腐準備好,今天煮什麼呢? 冬菇也準備好,很簡單 今天煮個冬菇炆冰豆腐 走陰了,冬菇炆冰豆腐 冬菇先跟大家說過怎樣處理 冰豆腐也介紹過怎樣做 材料方面,有些蔥和薑 就是這麼簡單,一個非常滋味 平時吃肉食多的時候 吃這些素食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如果真的因為信仰關係 持長素的朋友,可以不用用薑和蔥去炆 燒熱過煎餅之後 然後把豆腐放進去 先讓大家煮乾 即是盡量炸去 煎的時候就不會太滋滋 先把它煎到金黃色 先把豆腐放進去 之後把豆腐放進去 再加一點,快點多大小 煎厚度不要随便移动 先煎厚 大小小火也不需要煎厚度 放入少许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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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厚度 不懂得动 煎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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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小卷 我已經有了一點點重熟了 加一點醬,多加一點醬油 給點沙子繼續煎 煎到多悶呢,都會金黃 煎一下鍋子 到處移動 好,接著也是一句 先燒熱一隻鍋 燒熱一隻鍋之後 我們放些材料 先把薑和蔥放進去 煎豆腐已經有些油 所以在這裏,我用一點 先把薑和蔥放進去 先把薑和蔥放進去 好,再沾點酒 來炒一下薑和蔥味 蓋一下 蓋一下蓋子十秒八秒 讓那些香氣出來 把薑和蔥味都放進去 然後,我們就可以加 我們那些浸冬菇水 太划算了,不要用 擔心不燒 放多一點水 加上去 吃得太開了 沖完冬菇水,其實很香 很香 現在吃的都會有冬菇味 冬菇 買些原木的 菇很厚,要够厚身 菇的脚短就更好,不要太长柄 脚短厚肉的冬菇就很漂亮 闻下去清香 如果真的买些圆木那些 一般住家,就像我这一只 大概我这一只 大约8-4元一斤 一般煮菜已经够了 把香菇放进去 不是放进去 放进去 斯文一点 好,我们可以放些味道 如果你用鸡汤来炆,当然不用 我们放少许鸡粉 把香菇放进去 好吗? 一点都已经够了 其实,有时适当的 增味剂 会带出一个更加好味 放少许糖 大概1茶匙 放少许盐 盐 这边,我也是1茶匙左右 然后,我们放少许生抽 1茶匙生抽 还有,要放少许蠔油 放少许蠔油 大半汤匙 大半汤匙 炆一下 这边,我可以将豆腐 放在一起炆 因为刚才说,这个好像天秤 刚才看到一个海绵 让它盡量吸收冬菇汁 让它非常美味 好 好 这样,三下锅过去 煮一个 煮好后 煮一个中火 大约炆到15分钟 或者 汁差不多收干位置 好吗? 好,那 现在煮了 15分钟 好,我们就要把里面的姜葱 先夹成 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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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掉 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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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都吃得清心悅目 這樣就有滿足感 最重要是家人吃得開心 我把薑蔥拌完之後 我們靠大小小的鍋子 再收多 醬汁再收得好一點 看到這個度 都不需要再去 加些三分芡 煮得很濃稠 這個時候也可以 起菜 先把豆腐放在底 把豆腐放在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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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個 冬菇炆冰豆腐 一個很好吃的菜 就完成了 咖喱麥味 三千冰豆腐十幾 冬菇 封劍油仁 這把四元更 都是用了十隻八隻左右 一個既健康 又好吃的菜 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這個 記得下一個句 Bank Can You Can 我做得到的 你們當然做得好過我 拜拜 下星期一的星期一教室 再見 大家 好嗎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